诗篇第三十四天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 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我这困苦人呼求 耶和华便垂听 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的使者 在敬畏他的人四倍安盈 搭救他们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耶和华的圣民啊 你们当敬畏他 因敬畏他的义无所缺 少壮师者还缺食忍恶 但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众弟子啊 你们当来听我的话 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 教训你们 有何人喜好存活 爱慕长寿 得享美福 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耶和华的眼目 看顾一人 他的耳朵 听他们的呼求 耶和华 耶和华向行恶的人 变脸 要从世上除灭 他们的名号 一人呼求 耶和华听见了 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 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一人多有苦难 但耶和华 救他脱离这一切 又保全 他一身的骨头 连一根 也不折断 恶必害死恶人 恨恶义人的 必被定罪 耶和华 救赎他仆人的灵魂 反投靠他的 必不致定罪